上回我们讲到 赵线是带着一阵香风的冲进来 马上紧紧地揽住汉小龙 自从听到尼夫人的死讯之后 汉小龙一直都为这个美女担心 为自己心爱的这个 这么纯洁的欲人而提而心吊胆 现在见到他 唉 他心真是悲喜交集 两个人都忍不住流出眼泪 只要轻轻饿饿一番的时候 突然间 一个婢女急急忙忙地冲进来 在亚夫人耳朵里 咫咫咫咫咫说了一番话 哎呀 亚夫人马上面色扁 他说 善儿 你快点回到房里扁 正忙后来了 赵线和汉小龙听到 大人忍不住 大惊失色 面色一扁 因为他们同时都想到 精王后来是什么事 猜不到 那个赵木 仍是连这一点都没放过 已经怂恿了孝成王 叫精王后来 查探赵线 是不是仍是处子之身 要令这一点 来打击 杭小龙 赵线 没有办法 只要含泪望了杭小龙一眼 幽幽远远地返回到自己的房间 杭小龙 刚才呢 春莹他进来跟我说 精王后说 他进去看完赵线之后 指明要你去见他 或者呢 生得好看的男人 总是有点好处的 讲到这里 又别有心意地 望着杭小龙笑了一笑 杭小龙苦笑了一下 小客听到等着 过了一阵 精王后身边的宫女 真的进来 要杭小龙马上去见他 杭小龙入到内听见了精王后 精王后背着他 站在窗口前边 可令周围的根虫的婢女 宫女退开 然后就冷冷地对他说 杭小龙你真是大胆 是不是不怕死呀 连三公主的处子之躯 你都够胆占乌 杭小龙心想 做戏都要做得认真一点 一糟就说 小龙对公主是诚心诚意 专门玩弄之心 请精王后体擦下情 精王后突然转身 上眼里露出寒光 本后边管得你是不是真心相爱 如果大王知道这件事 一定以为你把三公主带回来 就是为了你自己 而且你身为护送之人 反而招了公主的清白之躯 监守自道 欺君知罪 连大王都找不到要遥述你的藉口 我现在看你呢 似乎都还不知道事情轻重 往我还当你个人满呢 杭小龙听到的心暗叫不妙 看他的说话语气 绝对不是要用这件事 威胁自己 和他偷情这么简单 难道真是低估了他 突然想起 平原夫人说过 这个精王后 也是三晋归一计划里面的 其中一个婚约安排 她本身是韩国王族的美女 如果她是负有一个这样使命的人 哼哼 看来呢 这个人是绝对不简单 她野心一定不小 一想到这里 她马上连扣了两个头 然后说 哎呀 少龙知罪了 精王后 你救我啊 精王后见到她向自己求恨 看来要有心归附 自己了 面影跟 ene 在少没有开 intim 担示一堆一口气 说 向少龙你和我站起 人家认为 这件事你叫我怎么办呢 如果为你隐瞒 远早也会给人发觉 那连我都有 sleep 如果魏王马上接回三公主 你的说有什么后果 向少龙说 精王后放心 魏王他根本就想费药 而且赵木也都会从中破坏 所以这个婚约 一定会拖延下去 过得一年半载 就算三公主再加人 精王后都可以退得一干二净 赵王后默然一阵 他说 我无这么大的险为你们隐瞒 对我有什么好处 杭少龙心想 机会来冷 立刻就说 精王后你说 如果有任何吩咐 杭少龙赴汤到火 万死不迟 好 既然是这样 你们给我杀一个人 杭少龙大胆来他身边 贴着他耳朵小小声 精王后要杀的人 是不是赵木呢 和你一个这么聪明的人交手 真的省了很多废话 赵木一日不死 赵国就一分希望都没有 我这个皇后 也只会虚有其名 你明白吗 我明白 是不是还要杀多一个呢 另一个人大家都不敢说出来了 当然是孝成王 只有杀了赵木和孝成王 精王后的儿子才可以登上皇位 精王后那时候即时升级做了太后 那儿子年纪上幼 潮政的自然落在他手上 那时候赵线是不是储女 还有哪个关心 在这个时代里面 为了争权夺利 真是没有人不是心狠手辣 妻子杀丈夫 儿子杀老爸 真是无所不用其极 正王后小小声 那儿子 后来这个说话是你说的 我要对付的人 只是一个赵木 大王也不是不想重用你 只不过你是污家的人 而污英元 同寻人暗中来往密切 迟早都有灭族之和 但是你如果除了赵木 或者我可以保住你 还会重用你 不过我这个人 从来都不信什么凶口白话的 三日之内 我要你给我一个满意的答复 汉笑龙心想 你这个女人 真是好像平原夫人一样 是这么厉害的 看来对她 只能她动之以利害 需要她清楚明白自己的利用价值 那她才会放过自己 于是就说 不用三日之后 现在就可以给你一个答案 对付赵木 只有文武两条路径 用武 当时你要将她刺杀 用文 只要查出她的底细 再想办法来陷害一下她 照我估计 她一定是其他国家派来的奸细 想办法要由内部 瓦解我们大赵的朝政 如果不是 她只要还有对大赵 有一些这么多的外心 都不会敢乱迷的了 精皇后听到 当同双眼霍光 用心看着她说 你这个人看来真的不简单 但是记住 对付赵木 又快又狠 如果不是 反而会中了她的奸计 那就真是万劫不复 精皇后奉心 只是因为尼夫人的惨死 我又要跟她 誓不量力 好 那现在我要走了 记住你不要随便找我 我会跟你联络的 说完之后 精皇后真的走出门口 再也没有轻回头 杭笑龙望着她的背影 她的心 一点都没有轻松的感觉 这个女人真的厉害 对自己的控制至于 这种女人真的最可怕 因为她随时都会 调转枪头来对付自己 而杭笑龙只在她手上 一件有用的工具 杭笑龙走回入房 对赵雅和赵线说 没事了 真的没事 如果善意连累了你 那我只好 不要乱说 杭笑龙跟着对赵雅说 你要好好看着赵线 会派精进 带几名高手 来当你的家长 必要时 就算动手都在所不计 千万不要这样 雅夫人就说 在寒丹我有足够的力量 保护自己 更何况 王兄现在还倚重我 是啊 你叫我去查那个 带赵线进宫里面的 那个内侍臣已经有眉目了 他是楚国人来的 叫做何弹 千万的宠爱和信任 但这个情报有什么用呢 康笑龙说 现在暂时还不知道有什么用 但是赵木很可能就是楚国派来的奸细 任务就是要三进永远都不可以再统一 那我估计 那我估计 这样估法都很有道理的 也都可以解释了 赵木为什么会和梟毅谋有牵面 因为赵木 正是代表着楚国和齐国的共同利益 就不想见到三进统一 但是 一时之间都很难利用这一点来打击赵木 这件事就迫在我身上 我是偽造文件的专家 只要有一些头水 我可以做一封楚国人送给赵木的秘密信件 再想些办法 让他落在皇兄手上 我和精皇后就可以旁边善风点火 那他就迷以使之有好日子过了 杭笑龙很高兴地喊喊他就说 哎呀 那真的好了 我会叫逃方监视任何和赵木接触的楚国人 如果能够找到真藤实居 那更理想 和雅夫人就仔细地商聋了一番 就是这个时候 有个亲戚就在找他 说贤平先生 去了乌家堡找孙姑爷 现在呢 乌士罗大爷和大少爷 都陪着他聊天 叫你快点回去 傍笑龙听到心里暗叫不妙 知道贤平这样来找自己 绝对不会有什么好事 但也只能够硬着头皮去和他相见 在隐龙居的大厅那里 杭卿不会感觉不到吧 深远 实敬失敬 不怪得元宗 他肯将巨子令交给你了 杭小龙走走眉头说 监巨子 你不是早日断定 巨子令不在我这里的吗 为什么突然间就改变了想法呢 严平很平静的嘛 道理很简单 因为巨子令不在元宗身上 什么 这件事你今日才知道吗 那天我们一帮人围攻完中 虽然打得他重伤 但是被他突围去 最近才知道他撩到楚国 因为伤势复发死了 楚国的默示领袖扶毒 显然在他身上找不到巨子令 如果不是 那也不会夜襲 顺灵军的府邸 不过旋兵折将 依然被你走掉而已 但是我不明白 扶毒怎么会知道 元宗将巨子令交给你的呢 杭小龙心想 那当然是赵木 告诉楚人知道的了 看来 赵木和楚人 真的有很密切的关系 所以 楚国人才可以迅速得到最新的消息 严平就说 你一支巨子令对外人来说 一些用处都没有 反而会招来还和 杭兄如果能够交还给本子 严平我一定有所回报 杭小龙的感觉 真的有一些冲动 想将个巨子令的就感 加回给他 免得又增添了一个敬敌 但是元宗零四都不肯将这个巨子令交给元平 肯定有他的道理的 而且元宗牺牲了自己 这样才换回个杭小龙安然逃去寒丹 自己怎能有父所托呢 就算这样做 对自己的百害而无一利 他都要坚持做下去 虽然微微一笑而已 就算巨子令不在元宗牺牲了 就算巨子令不在元宗牺牲身上 但会不会他收藏呢 又或者交给其他人 为什么元宗牺牲你始终都这么肯定 这个巨子令在我身上呢 严平很不高兴的嘛 寒兄这样就不肯将巨子令交出来了 你这样做非常不智 现在寒兄 在寒丹里面 很多人都要置你于死地 如果我再帮手 寒兄你应付得到吗 寒少龙冷笑 袁中兄之死 说到底你都应该负上责任 这段冤售 汉某人都没跟你计数 你居然是威吓我 彦平十星起身说 好 汉笑龙算你有胆识 今晚如果你能平安无事去到国府 今晚等本子领救一下 各下的墨子见法 讲完之后大笑三声 船风一样就走了 汉笑龙心想 我这个人从小都吓大了 难道还怕你 接着 他心头忍不住 又升起了一股悲伤的感觉 袁中真的死了 想起当日落魄无安 袁中不单只供应食住 还教自己墨子见法 三个月的相处 使自己在这个乱世之中 才有了求生的本钱 袁中对自己真是义高情重 如果不是知道袁中是因为彦平而死的 他也都不会和这个赵默的巨子决裂 虽然 或者这件事多了几百个苦行者的可怕对手 但是他心依然都感到非常痛快 这一刻 他只想尽量放松自己 好应付今晚的连长大战 在这个强者青龙的时代 要得到这一块巨子令呢 袁中身上没有巨子令 坐过的默者 这两件事 当然是赵默这个奸责告诉严平 让他来找自己晦气 赵默这个家伙真是非常狠毒 只有几句说话就写自己身犯险境 但是 那么多人都要不择手段 得到这一块巨子令 他究竟有什么秘密呢 以前 在二十一世纪看武俠小说的时候 那些小说总是喜欢描写用什么令牌 只要拿在手里面 对某一个门派和某一个组织 就拥有无常的权威 就可以指挥命令他们 但是实际上哪是这样 巨子令显然是起不到这个作用 如果不是 袁中见那些默示行者过来 只要举起他就可以了 不用拼命地逃生 所以 这个巨子令一定有某一种实质的价值 绝对不是一个身份象征这么简单 但是如果是这样 袁中为什么不告诉自己听 是不是连他都没堪破这个秘密呢 这个时候 巫庭坊和庭坊士两个人笑着走过来 在他身边坐下 用两对牵游的小手 按摩肩背 杭小龙整个人舒服得眉上眼 但是手指依然在巨子令上摸下摸下 继续在沉思 当他摸着那个墨字的时候 突然摸到 那个方块里面那两点 似乎有点凸起的 他吓了一条紫色一看 再用力用手指弓摸下摸下 那两个凸起的原点一点都不动 他心里面叹了一口气 刚刚要放弃 忽然想起 如果这么容易可以发现巨子令的秘密 袁中祖就发现了 于是又专心置意地研究起身 巫庭坊就说 哎呀 杭郎 这个是什么宝贝来的 你望他的神情 还专注地望我们 庭坊时也说 哎呀 这件事真是精致了 杭小龙笑一笑 用手指头用力地将那两个原点向里面感 但是自然任何反应都没有 巫庭坊这个时候就还脾离 轻轻地扯着耳珠 向后一拉 杭小龙就舒服了身任起身 正要放下巨子 然后跟他亲耳一番 突然灵机一触 咦 按下去没用 那扯上来又行不行呢 于是 即是在巫庭坊和亭坊市头顶 就拆了两支发针下来 隔着其中的小原点 用力向上一扯 击一声 那个原点就应手而起 跟着呢 整个令的令身升高了半寸 杭小龙就精神大振 马上将另外一点又再拔高 那变成呢 物质 那个方法上的那两点 就向上拔高了 突出了两支小原柱出来 他又不如都紧张起来 那试着用顺时针的方向 转动那支小原柱 果然是随手旋动 发出了另外一声 啪啪 那样 好像开锁那样微微的声响 两个女子在旁边大声清奇 乌庭坊还换着他手臂说 哎呀 里面不知道收藏什么东西吗 汉狼 你拿出来看一下 汉少龙将两支小原柱都拎开了 啪一声 巨子令上下两截分了出来 露出床里面 有五寸多高的一个小白卷 庭坊氏 和乌庭坊都齐声欢呼 汉少龙也心头震动 哎呀 知道自己贵腿神使之下 终于发现了巨子令的秘密了 那张小白卷 在床上摊开 有成二十几尺 密密麻麻 布满了图形 和很细节的字仔 上半截 写着 默氏兵反 下半截写着 吴乱的剑法 在卷手里写着 默氏剑法 补为三大杀招 杭少龙一看 很有兴趣 仔细地看看 哎呀 他心里面不如一阵狂起 原来这三招 全部能攻击的剑法 和墨子剑法以手为主 大不相同 可能墨泽 晚年心态转变 所以创作了主攻的三招 来弥补剑法的不足 虽然 只有三招的剑法 但是每一招 至少百几个图形 可想而知是多么繁复 而最巧妙的呢 就是这三招 虽然都是主攻的剑法 但是又跟防守有关 所以可以千衣无缝地 配合在园中传授的墨子剑法里面 第一招 他就以守代攻 此剑里面画了很多人像 有打坐行走 甚至是拿着剑武动的姿势 跳跃滚爬各种姿势 应有尽有 每幅图都有详细的文字 讲明练习和使用的方法 真是具具精妙自治珠基 使人对墨泽这个人的财情智慧 生出无限的景仰 第二招就叫做义工代手 你这招真好像荊涂泊案 有配言莫测的威力 就是这两式 可以说 已经尽见到攻守的缺效 配合墨子剑法 威力都不知增强了几多倍 第三招叫做攻守兼支 变化就更加复杂 攻中有守 手中有攻 最利害的地方是变化无穷 随时可以由攻变守 或者由守变攻 看得汉少龙心神大罪 这阵子他已经不得闲研究尚卷的兵法 乃木剑 来到花园里面专心自治地练这三招的剑式 庭方氏和乌庭方坐在旁边的小庭那里 看着爱郎专心自治地挥剑起舞 汉少龙一边看一边练 开始的时候停停停停 练到得心应手的时候 每一剑挥出 或斩或劈 或刺或削 都含有非常深厚的剑里 在汉少龙不知不觉之间已经沉迷其中 将身边的一切都忘记了 这种微妙的感觉 自从在园中那里学会剑法之后 还有第一次刺倒 木剑在白卷的运力用劲的指引之下 突然轻巧而来 破空之声不能收尽 变成沉红的枯笑 但是更加使人胆渐心寒 威力就更加厉害 他又配合原来的墨子剑法 再来练歌 只见剑气中满 静的时候就像波平如镜的大海 动的时候就像怒海惊涛变化莫测 胡亭方他们看到心神驱罪 只觉得汉少龙每一个姿势都是妙道飞上 每一个动作都表现出人类体能的极限 既文静又激烈 形成了惊天地一鬼神的气势 过了不知多久 到了藤逆经浚和乌卓三人来找汉少龙的时候 他才知道不经不觉之间 已经练了三个时辰的剑法 对于未练入墨子剑法的人来说 要练这三色可以说三年都未必可以练成 但是对于汉少龙来说 三个时辰足以使他脱胎换骨得意不浅 汉少龙一点累的感觉都没有 他心里面很奇怪 难道那种奇异的呼吸方法 和人体神对的潜力有关 如果自己日后能够依照他教的方法打坐练气 说不定真的可以成了武俠小说讲的武林高手 拥有神妙的内功 汉少龙疏离打扮一番 然后就来到厅堂 和乌卓藤逆他们几个见面 各位 要知后事如何 我们明天再讲